大家好,我是曾过瘾 这个又风箱放了半个月 现在有风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有多少风 把它收回家去 现在是早上的10点 把它收了 我们现在先拍起来看一下 不知道来了多少天 到了两块匹 不是很大 还是蛮大的 今天是阴天了 蜜蜂有点凶啊 一上来就被遮了一下手 那我都有心理丁丁了 好,我们现在把它收起来啊 照着震动它 好,这个皮上面的密封已经基本上完了啊 这个风来了有十几天了 有一点点封盖子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箱里面的啊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吊 把它吊在上面啊 好,我们把它吊在这里啊 然后接下来就暴力了啊 不太温柔了 把这风倒地上 倒地上之后 箱子打开 这个箱子啊 我们就不要放在原位了 因为原位非常多的闪风啊 我们把它放到这上面来 放到这一个位置来啊 我们把箱子放在上面啊 这些位置是非常的开阔的 而且上面都是树啊 太阳又晒不到 这种地方非常容易来风 你看这正前方啊 非常开阔的 然后这上面 遮天蔽日啊 这种位置很好的 好,我们现在把收风门关起来 然后把它拿回家了 底下面还有一窝啊 我们现在下去把底下那一窝也给收了啊 养风不买种 勤放右风筒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们收风想收的比较干净的话 那么你们最好就是下午三点过后来收风 我现在是早上十点多啊 早上十点多的话 它收了之后还有比较多的闪风在外面啊 这些闪风如果它占据了我这个风箱的话 它能在这个风箱里面至少存活一个月 非常的影响下一次来风 所以我把它挪了一个位置放到上面去啊 好了养风不买种 勤放右风筒 喜欢养风的关注一下我啊 我们现在下去底下再收一窝